西湖游览志记载 南山圣记中有宋吉田 在天龙寺下 中复归原 环与沟城 做八卦壮 俗称九宫八卦田 至今不稳 西湖边美景太多 要慢慢走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做八卦田 从地图上看 它就在雷锋塔的正南方 靠近乾塘江 这里曾是南宋皇家观田 是天子亲耕之地 过去这里种着八种不同的庄稼 一年四季呈现不同颜色 它的中心是一片圆形树林 树林中有两个圆盘 正是太极中的两个圆圈 现在八卦田是杭州市民任令田 许多家长会在周末 带孩子体验种菜采摘 八卦田周围是一圈环形湖 湖里有许多荷花 过阵子荷花开了一定很美 另外 不得不说 这水里的鱼实在是太多了 看得我心痒痒 正想拿张大网狂捞几下 你看这位小朋友玩得多开心 过去人们想看这里的全景是没有无人机的 要爬上西北侧的玉皇山 爬这个山文字很多 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 接近山顶地方有一处山洞 换做紫来洞 相传此处有紫东道人开凿 洞中石壁有名人提拔 旁横石床 寻稽而下 广可容甘人 内有龙池 终年水下不河 如果有人陪我的话 可能还能仔细看看 但一个人呆在洞里 实在是太多了 我仿佛听到了蝙蝠的叫声 出了洞 再向上走几分钟 就到山顶的福星罐了 在道罐里 向南可以看到八卦前全景 向北可以看到西湖 雷风塔 在道罐里逛一逛 出来后 在下面的停车场 就可以坐十块钱大巴下山了 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了 那我就悄悄告诉你 其实上山也是可以坐大巴车的 就像柠檬的样子 在我那里 感谢观看